不要那麼固執 多些聽客人說話 可能會走得快一點 但又不可以完全聽完 不可以沒有自己 你堅持做自己 天氣會讓你走一條路 可能大家都有看到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做專訪 我是有心理障礙 有些陰影對於出來說話 或者跟傳媒聯絡的時候 可能我說A,他就是寫C 這個我覺得可以算是我人生之中 其中一個低潮 因為沒有了信心 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大家 我做任何事、說任何事 都是不是正面的 再加上我自己又有些回應 就變成重複 都在那裏 我覺得自己走不開 所以我決定 那段時間我決定是收藏了自己 很有趣的 能量轉化那件事就是 我試過不開心的時候去做麵包 那塊麵包是不好吃的 立刻起一個粉 立刻起一個團 再做一個 它都是不好吃的 有時候對人有些能量 就是你會轉移到 但當然你存在那些能量的時候 你散發出來的時候 的所有東西 或者你吸的東西 都是一些不好的能量 所以轉化 就去寫歌、寫音樂 變成做音樂那件事 比很多事大 我就轉移到Focus 就轉化到了 開心 就寫一些題材出來 讓自己開心 沖咖啡那些就 16年 15年開始就學師傅 學拉花 到現在 就變成生活的日常 煮東西吃 一向都喜歡 那製麵包 其實是這一年的事 製完一款包 你又想製第二款 那這款包製得不好 你又想專攻製到它好為止 其實已經是中了毒 其實我對製 其實已經是 就是買了所有的器材 那些產 全部是follow 就是細型一點 上網去看 找那些頻道的blogger 跟他聊天 是意大利人 做完之後就add 給他看 給他備分 可能昔日的時候 去支持那些朋友 到今天自己有危難 或者有不開心的時候 原來自然有些人會 真的走出來 跟我說 喂 下午來你 有沒有咖啡喝 就是 阿笑太 跟你聊聊天 我沒事 行啦 下午見 坐了一個蝦酒 臨走 拿手機出來 在我面前 我覺得挺窩心 真的很感恩 因為有時有些網媒 他們會add我 我會看到 你add我的時候 就看別人的流行 現在我是沒有這些app 在手機 你說山聰他是不是一個好的導師 他是的 他絕對也是 我跟他跑步 他都改寫了我的人生 就是拍天馬戰車時的階段 天馬戰車是我第一套比較擔演主的角色 我當時就是想減榜 我就跟他跑步 我跑到腳壞 跑到拿著行山掌的腳 動不了 腳硬了直了 去做宣傳 就跟他練了半年 然後就掌握到了 參加10K 年五的跑步 跑步 健康 健康 然後我又可以吃多一點 但又不會吸收得很快 然後面色又不同了 我做的角色又可以試半功倍一點 在外形上 那幾年就是我人生的 一個挺豐盛的階段 都要值得給自己一個誠信 因為自己是沒有往過 就是在TVB的階段 今天看到他們很多新的後輩上來 就盡量去幫 所以又去做客席導師 很多人都覺得你有什麼資格 我覺得我自己的公司都十五年 都走了這麼多路 最簡單的就是跟他們說 你們出去實習 做事要安靜 你才可以處理到 你那天要演的角色 拿些電影出來跟他們做一下 有否有演過 少許分享一下 不要說教 叫他們不要亂動來動去 站在鏡頭前 說句話 你站定 這些東西而已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但你的喜欢 有否有趣 你會不會拿到